啦啦隊隊員啦啦張晴 日前在節目中透露 曾與前男友在超商發生衝突 她表示雖然男方很體貼 但是在相處一段時間後 卻發現對方的控制欲非常強 由於啦啦以前在酒吧工作 難免會接觸到異星顧客 而且時常工作到凌晨才下班 這讓男友非常缺乏安全感 某次下班回家去超商的路上 啦啦碰巧遇到了在酒吧喝得有點微醺的男友 所有男方開始鬧 指控酒吧裡有男生觸碰她 而啦啦再三澄清無果後 一氣之下便直言要吵架的話就乾脆分手 不了男友聞言 接著酒意在超商大吼大叫 還不停地拍打玻璃 吵鬧聲甚至讓大樓的警衛都出來查看情況 所有男方還強行拉著拉拉不讓她離開 接著就倒在地上不行人事 這讓她第一次感覺自己差點就要被家暴了 索性最後叫了計程車送對方回家 才沒有發生衝突 車輪的聲音 寂寞 還 ableない 車輪的聲音 這裡有些聲音 鉄道